好,老师刚刚讲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皇呢 他定期的在这个这个角落啊 往那个地方,同学,定期有聚会啊 他呢,重要的一些关键啊 同学看到没有,这下面 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前面啊 这个,重要的一些政策大概基本上什么啊 都是在这个地方公开的什么啊 表达啊,所以他对于刚刚老师讲的各种的规范啊 如果撼动了教会的权力基础的时候呢 拿出了科学的证据 他其实心里也很难受的啊 因为没有一个,每出现一个新的科学证据 意味着他被削权了嘛 董老师的意思 就等于说他的权力就被迫往里缩了嘛 对不对 所以对他来讲也是很痛苦的哦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老师甚至可以补充一点 老师没有证据啊,建议大家观察 上一个罗马天主教皇,为什么自己退位啦 这是我们外面知道说他自己退位的嘛 对不对 上一个啊,再上一个是过世嘛 对不对 然后上一个是德国的啊 然后这一个是阿根廷的 同学注意啊 同学注意看啊,老师没有证据 因为这种证据不可能拿到嘛 这牵扯到的是不是也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什么啊 非常好啊,斗什么啊 没错啊 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那斗什么呢 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从生到死 教会都帮我们处理了嘛 都规范我们了嘛 对不对 那老师是不是说 一旦有科学的突破了以后 他的权力就受到冲击一次嘛 对不对 而且有些可能冲击的非常大呀 对不对 那同学注意哦 生方面 同学注意哦 自从避孕药和保险套 发明了之后 是不是可以说明 生不是上帝说了算 对不对 对不对 哦 可以透过这个 一个小药丸 就可以什么 调控了 所以政府说 两个孩子恰恰好 就有办法 就两个 对不对 哎 那不是罗马天主教皇说了算啊 怎么世俗的政府可以说了算啊 那世俗的政府得以说了算 是不是也因为这个科技的突破啊 避孕药和什么 保险套 一旦发明了以后 那我们的生 就是我们父母决定了 不是吗 看到没有 那上一个罗马天主教皇 当然 当然 他下台的因素很多了 啊 里面和我们现在 刚才讲的艾滋病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 就是他主张什么 为了预防艾滋病的扩散 因为你们注意看啊 我们这边其实也是有案例 但是非洲啊 什么有些 甚至非洲有一些国家 整个村落都得什么 艾滋病啊 那刚开始不知道啊 那空窗期过了以后 陆陆续续大家都发病了 那死人是一个村一个村的 这样子死的 董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他做了一个罗马天主教皇 他知不知道啊 他知道 那为什么只有他头脑不清 他提出来了 他提出来什么呢 就是主张什么 性行为一定要用保险套 那这个什么 引起内部的权力斗争啊 看到没有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这个罗马天主教皇是德国人啊 所以他毕竟是凡人了 所以什么 德国人是非常有优深的概念啊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办法 你不可能把大家的所有的性行为 都禁止掉嘛 对不对 所以要预防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也配套的什么 同学注意看 这也是欧洲这些先进的社会福利国家里面 也进行非常大的辩论的就是什么 你这个艾滋病患者能不能享受什么 健保 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成套的在讨论的啊 老师刚刚是不是有提到 艾滋病 你得艾滋病局来讲 你真的运气不好在医院输血被感染到的 要治疗的话 这种是不是健保就要给付 你如果是吸毒 或者是胡搞瞎搞被传染的 健保要不要给付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他们讨论的是非常具体的哦 看到没有 所以呢 上一个罗马天主教皇 他是主张什么 那大家 如果都搞不定这些的话 那就通通戴上吧 那你都戴上了以后 对于他们天主教 天主教内部的什么 斗争就什么 没有终止了 因为这也同时处理到了什么 生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他在内部的权力斗争 那其他的罗马天主教皇不知道吗 知道嘛 因为他们来自于国家 没有那么强烈的优生的概念啊 那德国人是什么 在优生方面 是到达歇斯蒂利的地步啊 东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皇 提出来也算合理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因为他对于世俗的一些 他是在健康方面让步了嘛 对不对 对于那其他有些大主教或什么 就觉得说 那你又把我们的权力 又你自己什么 自费武功啊 因为科学已经把我们搞得 人仰马翻了 对不对 那你怎么还自费武功啊 对不对 所以内部是斗得很强烈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上一个罗马天主教皇 没有当多久就下台了 看到没有 只是说已经 他们内部也有算进步了 就等于说是什么 把他送到一个地方 挺舒服的 你继续每天和上帝沟通吧 对不对 那如果在以前的话 那说明就把他给杀了 内部斗争照样把你给杀了 对不对 欧洲历史上 罗马天主教皇 甚至皇帝啊 什么被送上断头台的 被暗杀的 太多了嘛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说 他们内部也有一点小进步了 我没把你给杀了 就请你去养老了 看到没有 所以现在今天的罗马天主教皇 还有一个太上罗马天主教皇 还存在啊 懂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这就是两个 他这边也是一个权力组织 所以同学可以看得到 就说他们这个影响力多大嘛 你看这个地方 他本来不 为什么我们说梵蒂冈 同学注意看 就是欧洲历史上 宗教界和世俗界 老师不是说 没有打出一个绝对的胜负 但是大家各自退一步嘛 老师刚才是不是这么讲 那你我的什么 精神上行为上心灵的 卫界上还是由教会负责 这是妥协 那同样的也给你一块地 对不对 让你也有什么 因为你的你的信徒 十几亿啊 在全世界 就算你的人民嘛 然后什么 你的政府就放在梵蒂冈 就圣彼得大教堂后面附近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罗马天主教 在国际法上 他是被承认的一个国家的哦 看到没有 他是国际公认的一个国家 不是说和我们台湾还有外交关系吗 对不对啊 所以他是国际公认的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当年什么欧洲这些国家 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建构主权国家 我们建构德国 你建构法国 他建构英国 对不对 那他呢 回到教堂以后 好吧 我们大家各退一步嘛 那你也建一个小王国好了 对不对 你就在里面称王 不要再出来管我们了 那心灵上的 好还是继续了 看到没有 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就稍微什么 有一点区隔了 但是没有百分百哦 同学注意看 他们到今天对政坛上的影响力 还是不敢小叙的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举最近带 最近的一个例子好了 大家都知道 德国总理梅克尔 是不是欢迎这些难民 刚开始备受赞扬 没被赞扬几天以后 现在变成什么 好像快变成过街老鼠了 对不对 德国人也不谅解他 那英国就说你看 你那边不把手好 让他跑到我们英国来了 对不对 欧洲现在好像大家什么 都怪梅克尔 你你什么 你太大方了 对不对 你喊说开放 就一下来了几百万 大家都受不了了 好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梅克尔所领导的政党 从此之后 在各个地方选举什么 节节败退 他现在也不敢坑气了 对不对 所以德国现在在讨论 诶 那下次梅克尔还敢不敢竞选连任呢 他在连任的话就是四连任了 对不对 那真的是 因为德国 你只要能选的上 你就一直坐下去 那好 那 你还敢不敢选 那如果不敢选的话 那本党该派谁出来啊 这时候该派谁不派谁的时候 这个又里面重要一个讨论点就是什么 我们执政党 甚至同学注意看 马丁路德是德国人 所以宗教改革具体的 有代表性的就是源自于德国 所以德国对于什么 天主教徒要作为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呢 有疑虑 老师不敢说什么 完全不接受 有疑虑 你最好是天主教徒 但是你要包装成基督徒 反正骗嘛 大家都骗嘛 对不对 你是明天主教徒 你如果还想当上的话呢 你最好要包装一下变成基督徒 因为我们知道德国历史发展什么 甚至你看宗教战争的源头全在德国 所以他觉得天主教什么 一般来说啦 不是说完全对立 而是说你不是主流 我们德国的主流应该是基督教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我们德国的国家领导人 你什么 你应该是基督徒 无法接受是什么 天主教徒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他们那边竞争的是非常激烈的喔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彼此之间的什么 在全力竞争 从宗教这个层面来看 他们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董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千万不要小小看这个这个影响力喔 好有没有不同意见 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要补充也可以啊 你是不是有意见 没有 好 好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好看东正教这边 那东正教呢 和这个其他教法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 大概基本上什么 罗马帝国 后来不是分裂成东罗马西罗马吗 那东罗马帝国呢 大概陆陆续续就往什么 东欧这个方向来走了嘛 来发展 那我们说 东正教好像 我们觉得比较 遥远一点 那感觉上呢 好像什么 他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他们之间的政教关系 好像没有那么紧张 或者是发生战争 甚至同学注意看到 近代喔 近代喔 近代东正教分布地区 东南欧 甚至到俄罗斯 你们注意看 即便是共党统治期间 东正教和共产党 因为我们知道 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嘛 对不对 那但是他没有什么 你们注意看喔 共产党没有什么 铲除东正教喔 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 来 后面这位女同学 你 不用想太难 好好好 他需要他帮忙控制喔 那同学注意看 这是西欧这边 我们刚讲 同学可以感受到 罗马天主教 他的组织结构 就等同一个政府的 那么严密啊 甚至比一般的政府 对于我们的人的什么啊 影响都还深远嘛 对不对 那但是东正教 他也有组织结构 但是他是比较松散的 那而且呢 各个教会 老师刚才不讲 罗马天主教这边 有道明会 我们这边就有的道明会 对不对 还有耶稣会 啊 这些 他们彼此之间什么 竞争的非常激烈的 对不对啊 那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夺权也是 夺得非常激烈的啊 那东正教呢 同学注意看 各个教会之间 是比较独立的 所以他比较松散 就是大家各管各 而且什么 他们并 对于政坛上你说 想不想影响呢 也想 但是他们处理政教关系呢 相对温和 老师也不敢说绝对 也就是说对于政坛上的发展 他不是他介入的程度 没有像什么 罗马天主教 那么的什么 深入嘛 对不对啊 所以他 碰到比较强势的像我们看什么 后来 可以让什么 俄罗斯这个国家崛起的什么 彼得大帝的改革 还有后来的什么 凯撒林女王的什么 不断的改革 把这个贫穷的农业国家推向什么 强国之路的过程中什么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东正教 基本上 和他呢 是有合作关系的 不是说我必定要什么 把你拉他来 但是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所以你们注意看 甚至今天普丁当选 因为他不是也是选的吗 普丁当选总统 同学注意看哦 他选完了以后呢 哦不是说开完票 好高兴回家了 同学注意看 他也会去拜访什么 东正教的什么 教长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很尊敬你 你看 我被大家选出来了 我也来拜访你 这表示什么 你对我的肯定呢 对于我也很重要 虽然不是必须的 但是也很重要 所以就等于说彼此维持一个什么 老师也不敢说百分之百友善 因为历史上也有不友善的时候嘛 对不对 就是说相对温和的一个情况 那好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即便当时苏联共产党掌控整个什么 他把什么 沙皇都给推翻了 但是什么 他没有把整个东正教给毁了嘛 对不对 就是因为东正教 他和政治 不管你是沙皇也好 你是共产党也好 我和你的互动呢 基本上什么 都还可以有对话的空间 以现在的表达方式来讲 就是有对话的空间 那就好办嘛 对不对 我就必然要把你消灭 你也不要每次来想扯我后腿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东正教是如此 那好 那同学注意看 接下来是回教 那当然有些翻作伊斯兰 对不对 有些直接英译 就是伊斯兰嘛 那有些我们讲回教 同学注意看 其实什么 回教和接下来的犹太教 我们一起这样处理来看 其实对于西方来讲 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基督教啊 东正教啊 什么的 你的源头好像都在犹太教这边 那甚至回教 是不是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啊 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他不是莫名其妙的 像有一些 有一些资料上讲说 他的初恋情人 就是犹太人 然后被甩了以后 他要报复啊 什么的 没有这么 这么简单啊 也就是说 欧洲历史上 那 这些宗教 除了我们东亚这边啦 你们看这边的宗教 不管多温和的 有对话空间的这个东正教 你们注意看啊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他们对于什么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权力组织嘛 所以权力组织 是不是都希望自己的权力更大 不是更小嘛 对不对 所以更大的情 大家一定要竞争嘛 那我的权力越来越大以后 我就觉得我可以领导你们啊 你们就要服从我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 我们每次讲宗教战争 甚至扩大到政治 甚至搞到最后世界大战 这个宗教面的背景 不都是在欧洲这边吗 对不对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什么 竞争啊 把他整个把他们的竞争 推向全世界了嘛 看到没有 那犹太教这边 同学注意看啊 当然他们什么 不管是耶稣也好 那犹太教认为他们什么 他们的主张认为什么 真主 不管是什么 叫什么名字吧 还没出现 那犹太人呢 当然是什么 最杰出 我们是选民嘛 我们是被选出来最优秀的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要什么 那我优秀 优秀完了 不是糊里糊涂啊 优秀的以后就是什么 领导大家 所以同学注意啊 也就是说 西方的哲学里面 为什么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会是出自于他们这边 就是因为什么 他们从古到今的强者哲学啊 强者领导大家 你是弱者 对不起 你就是被领导的份 看到没有 所以这种二分法呢 使得什么啊 大家都想变成强者啊 对不对 那我强了以后 我就是要领导你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一天到我在争啊 对不对 那我犹太人 我是上帝的选民啊 对不对 我是最优秀 最杰出的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 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不是因为他被犹太女性给甩了 不是谈恋爱失败了 就屠杀犹太人 没有那么简单的 就是因为什么 我们德意志民族什么 更优秀更杰出啊 怎么是你来领导我们啊 那怎么能行啊 东老师的意思吧 是我们亚利安人 他更强 亚利安人我们更优秀啊 对不对 我们当然要掌控世界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他们真的就是这些啊 那回教或者是伊斯兰 对不对 他们也是什么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 人家也是有贡献的啊 对不对 这个伊斯兰文明 他们对于也是有贡献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什么 也就是说大家都曾经展现出大家的优秀的一面啊 那这下不得了了 接下来就打吧 那看谁到底最优秀嘛 对不对 那最优秀的就领导大家了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那当然犹太人说那真主还没有出现 那其他就不服气了 对不对 那基督教说那就是耶稣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注意看 教堂 天主教基督教 同学注意看 基督教的进取 中间摆得很清楚 就是耶稣 对不对 天主教摆谁啊 大声一点 圣母玛利亚 对非常好 天主教就是摆圣母玛利亚 那当然他旁边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雕像报个小耶稣 你们看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就同时有出现这种情况 下面报个 那就更厉害了 你看小耶稣 那我这个不是比你更厉害吗 对不对 我们觉得无所谓啊 对不对 但是他们却什么 他们的历史发展就是这样子打来打去 就打的这些啊 看到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欧洲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你无法回避宗教因素到今天都无法回避 就是这个原因 那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宗教界这个权力组织 他不严密 他的影响力不庞大也做不到 对不对 你凭什么跟世俗界的政府可以拼个几千年啊 董老师的意思 对不对 从古打到金啊 对不对 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嘛 对不对 有时并不必然是枪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伊斯兰教呢 同学注意看啊 当然 现在好像都被抹黑为恐怖分子 其实并不必然 那但是呢 他们当然基本上政教也没有分 全然分离 只是说 因为政治界对于宗教界的尊敬 你们看前几天麦家朝圣 那个场面还是很惊人啊 那个信徒也是匍匐前进 他的那种 他觉得他的那种虔诚度也是很惊人的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他们政教也没有全然分离 甚至你们注意看 伊朗在全世界的压力之下 他也议会民主的选举嘛 对不对 被迫把他们那一套给修改了 但是一样 你们注意看 选完了那个当选人 他一样也会去什么 我这边开票一出来以后 我那边马上什么 去拜访宗教领袖 然后什么 那当然里面谈什么我们不知道了 但是下面有一个动作就很重要 就是什么 宗教领袖陪他出来 接受众人的什么 欢呼来取得什么 我的正当性 看到没有就表示什么 伊斯兰教也是什么 支持我的 看到没有 所以他们的历史呢 也是有这种诡诡的 那但是很不幸呢 他们彼此之间竞争嘛 对不对 所以到从古进 古时候的十字军东征 还有什么圣战 那今天也没有全然打出个胜负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因为我们现在接受到的讯息 好像都被欧美国家把他们说成是恐怖分子 对不对 那如果他只是混混级的恐怖分子 他有可能建构这么大的帝国吗 好像也没办法解释吧 如果都是混混的话 对不对 而且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你 他们更厉害的一点什么 你只要什么是伊斯兰文明的 好像什么 你都有一大堆石油 你备受眷顾啊 那是不是他是选民啊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甚至真的那个IS也是有石油的啊 对不对 所以伊斯兰文明同学注意看哦 包括我们的亚洲的印尼马来西亚 是不是也是石油一大堆 你们想想看 全世界伊斯兰文明分布的地方 是不是都是石油一大堆 那当然有些地方生活比较艰困 就是因为他在沙漠地带嘛 因为沙漠地带的确缺水啊什么的 那好在你有石油赚了一大堆钱 可以去换嘛 对不对 那大家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 基督文明分布的地区 不敢说百分百啦 老师建议大家注意 基督文明分布的地区什么 好像没什么资源 所以到最后就要拼人力资源 所以教育各方面什么 打就拼啦 对不对 那天主教徒分布的地方 你们注意看 好像以农业的居多 那我们东亚呢 也没什么资源啊 所以大家也很拼什么 人力资源嘛 所以大家要追求知识嘛 来挽转 来扭转什么啊 这个大自然界的一些局限嘛 对不对 大自然这个在我们脚底下 没有这个东西啊 所以你挖不出别的啊 所以只好发掘自己的什么啊 智慧嘛 经由什么 接受知识有所突破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同一看到这几大文明分布 还真有一些蛮 蛮有趣的一些特色的啊 那好在我们跟他们什么 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啊 我们并没有为某一个什么 这个他们的这些论述 主张而进行过战争嘛 对不对啊 这种杀戮 好在我们这边的历史不是这一套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好 有没有不清楚呢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个地方好了啊